爱美女性的好朋友 往上推一下就能拉提皮肤紧实度 想维持美丽又要确保安全 消保官对网络上的美容仪器进行核查 发现不合格的几率很高 目前他们的商品的标示 几乎不合格的比率非常之高 商品标示的部分的确是有商品标示法可以管的 所以我们也依据法令规定 先做了初步的处置 上网购买方便又便宜 但消保官检查18样网络贩售的美容仪 发现高达13样产品标示不清 但美容仪不属于医疗器材 是一般产品 所以目前除了商标法之外 几乎无法可管 导入仪这个商品 目前还不是广泛周知 所以说主管机关对这部分 可能欠缺相关的规范 我们今天锁定这个主题做委外检验 然后提出了若干问题 希望主管机关能够证实这个问题 透过这个新闻发布 让他们定立国家标准 来保障我们消费者的权益 类似的美容仪器网络上非常多 到底安不安全没有人知道 除了购买大品牌之外 建议民众挑选时也要多加注意 否则可能得不偿失 大学员陈林安 柯信志台北报导 台湾国际赵明